中國和俄羅斯的仇恨實際上都很深 不過共產黨掩著不講 你講一講關於海森威的那個 海森威的威字 廣東話的威字 我不知怎麼讀 但是廣東的威字怎麼讀呢 那個不是威風的威 那個字怪怪的 北京的威風很少人用 那廣東話話語都講不清楚是讀什麼 不知道什麼 有專業記者 有專業的過音原來那些查我不知道什麼 是啊 因為我去到北京 我當然跟著粵語這樣講 說海森威 個個都說我讀錯的 我只記得那個字 那個圍字很難讀 那我一直都錯 有沒有粵語字可以查一下才找不到 小夏你講講那個當日 當日俄羅斯人來到遠東 就是來到亞洲遠東 那裡殺了多少人 整個遠東它殺了很多人 那些很多是我們漢人去那裡做生意的人 我就不是這麼 因為怎麼講呢 我不是研究這方面的 看資料都是中國方面的資料 有時候如果不看兩邊的資料 你就不知道哪裏有誇大 哪裏有民族壽恨 因為中間還牽涉到蒙古人 滿族人 到底哪個是哪個國家的人 大家不是講得這麼清楚 所以我不是這方面 我不是這方面 我不是這麼 你說中國的那些材料可以講 但是俄國方面的講法那些什麼呢 我就真是 但是那一帶 毛澤東和史達林做的手腳割 把中國的地國割一大片割了過去 這個就沒得講了 這個就沒得講了 至於當時蘇聯過來幾次 清朝過來的時候 清朝那時打的時候 殺了幾多居民 因為中國方面 但是我沒有看到任何資料 戰爭都是雙方的 戰爭都是你殺我我殺你 我沒有看到有什麼資料 說中國方面殺了對方多少人 中國沒有興趣 對那副地沒有什麼興趣 所以我心裡不是那麼舒服 我講這個 我講出來全部是中國這方面的講法 但是實際上 我的地區就經常去駕車 我有幾幅油田在那裡 原來下面有很多油 原來那邊有很多油 我駕車一路就海生威 我們廣東話當它威風 駕車去滿洲里那邊 一路駕車 原來很多地名 都是我們以前中國的地名 都是以前有的 那邊是中國來的 原來是 是啊 原來是中國 有個地方叫赤塔 就是紅色赤塔 有個地方叫廟街 就是直接是以前的老的中國名字 我去到那些地方 但是這些中國人就沒有了 那次他們一個大屠殺 就是俄羅斯人殺了很多中國人 就是為了不想將來有什麼首尾 就直接是靠殺 不過以前這些人都是靠殺的 蒙古人也是靠殺 我們看人都不是好幾多了 你看看 這個太平天國也是一批一批的殺 這些殘忍的事情就不是很奇怪的 不過整個俄羅斯怨中 所以我現在說回一件事 為什麼我講到這件事呢 對不起 我有電話 好好好 沒問題 江澤民 聽不到了 哦 聽不到了 你要再上個 聽不到了 聽不到了 我下去再上來 你有個電話 好吧 我講回這段事 就是江澤民 基本上就是送了整個遠東 給俄羅斯 那幅地大到飛起 所以你記不記得 程傑 程祥 程祥為什麼要去坐牢呢 就是因為他爆了這些東西出來 程祥就爆了江澤民 就是基本上就 就是沒得到任何人同意 就挖了個俄羅斯遠東 給了俄羅斯 那這件事呢 這件事就真的是嚴重了 但是所以這麼說 蒲經 當然蒲經實際最尊重的是鄧小平 他說為什麼可以拿那個 拿一個共產主義的國家去救生 他很會服 有一次鄧庸去俄羅斯訪問 蒲經親口跟他講了三個鐘頭的東西 就想知道 到底你爸爸為什麼這麼好東西 我整個經濟可以搞得到 現在蒲經都還沒搞定的 實際上蒲經拿俄羅斯的經濟都搞不定 就是怎樣由一個計劃經濟 可以變成一個市場經濟 而且搞到崛起這麼厲害 他研究了很久 他對江澤民當然沒有鄧小平這麼尊重 但是江澤民就搞定了 蒲經給了這麼大的地區 所以他那次來上海開會 第一就是拜訪江澤民 然後去見習近平 所以我看起來 他現在 今時今日 蒲經實際上 俄羅斯人的情報機構是一流的 就是我厲害了全世界 我猜他厲害了美國 不知道有多少 所以他們 不厲害了 不厲害了美國 為什麼不厲害了呢 因為現在的情報界 是很多靠技術手段 俄羅斯不夠 以前俄羅斯是靠人的 是啊 是啊 而且他的分析都挺好的 他對中國的情況 當日起碼很靜 我覺得他現在和江澤民那派 還是有溝通的 所以他看不起 我剛才說的 你剛才說的 我也同意 他根本看不起習近平 而且他和江派 是有不斷的溝通的 我看呢 就是他的看法 可能和我們差不多 就是說他根本就是看不好 習長期 他和江派紛紛有勾搭 現在大陸那邊過來的 朋友過來的消息都說 真的情況很差 各方面的情況 各方面都不看好 當然是言論限制 但是他們 我說的那麼多 就是黨內 黨內 基本上 就是黨內的共識 黨內的元老的共識 形成得差不多了 習近平就說 就是 不是搞了 他搞了我們 真的搞了 真的搞了 搞得很厲害 你想想多少心血 真是三十年的心血 被他敗了 多少心血 你說那些潛伏在美國 那些要很多功夫 很多成本 犧牲多少人做這件事 幾十年的 做的事情 被他全部炒和了 現在美國基本上 在美國的事情 暴露都七七八八 差不多 所以我看起來 我現在看起來 美國 俄羅斯 我覺得俄羅斯 分分鐘 如果他們 賣了習 他出賣了習 來換一個 美國的 和美國的友好 這個是絕對 第一 我就不相信 他會為習去死人 會為他出兵死人 沒有可能的 第二 他賣了習 他分分鐘 真的得到好處 但是 可能不是拜登這個時代 將來 他出賣了習 是好事的 我知道美國這個情況 有些 我知道 那些 認識的 情報界 分析界的人 說起來 原來 川普上去的時候 他們 川普政府的分析就是 俄羅斯 是經濟上無關重要 但是 他有核武器 在國際形勢上很重要 俄羅斯和美國可以交朋友 這個朋友 交起來 他要對付中國 但是當時的戰略 差不多是這樣 但是 這個怎麼說 Mike Flynn是同意的 後來 他們是不同意的 後來 那些國家安全事務顧問 是 他們認為 他們有些老思維 認為俄羅斯做下威脅 但是 當時 美國情報界很左 是 大家一起對付 川普 真的差不多 著意搞壞了 美國和俄羅斯的關係 是故意的 炒和 這個通俄門 通俄門都是 實際就是炒和 沒有關係的 整理到川普 就沒有辦法 處理俄國問題 是的 但是這次 這次 擺平這件事 就是說 你全部是假做的 你捏造的 這個實際是 對帝亞波羅 當然要川普上回去 或者共和黨上回去 但是對帝亞波羅 就是俄美的修補關係 是非常之重要的 很多人這樣說 有這些理論 就說通俄門的最大得益者是中國 有些人就會說是中國搞 我們現在沒有任何證據 是中國在搞的 但是通俄門的最大受益者 只是中國 這是無可言的 這個是沒有什麼疑問的 暫時就沒有看到有什麼證據 有什麼象徵 有什麼cru 線索說是中共在後面搞 這個事實上是沒有看到的 而且中國未必有能力搞的 不只是這樣 就是這樣有一條 就是中國人說 深有靈勢一點通 深有靈勢一點通 一點通那種 就是美國的左派 美國那些左翼分子 跟中國之間有一種 真的是一點通來的 一點通呢 要做什麼事情 怎麼做呢 真的不用通氣就知道怎麼做的了 因為他們在意識文化 默契 有默契 有很多默契就是這樣說的 所以到現在呢 他們到現在為止 就算拜登政府想做一些比較 比較 對中國不利的事情 輿論啊 什麼媒體那些事情 一樣是這樣搞搞震 等於是 分分鐘是通水的 我們再看 現在當務之急 明年2020年大選 2020年中期選舉 起碼拿回一個國會回來 講起來就是國會 昨天剛剛 就是眾議院通過了新疆法 那個反對那個奴隸勞動的法 那它會怎麼樣呢 就是以後 就是不准進口有新疆棉 是 除非你能夠證明你不是奴隸勞動 就是你以前呢 就是他如果 他是敢反過來 如果不證明他是奴隸勞動 他就可以照進來嘛 現在要反過來 你要證明你不是才行 這樣就難很多了 所以這個 那個owness 那個owness 就變成了 就是owness的責任 是啊 證明那個責任 是歸了你大陸 就不是你不用靠美國 這件事情就很難做到的了 差不多就是整個新疆的太陽能 當然那些棉花啊 羊毛啊 就是太陽能基本上就玩完了 你實在老老實在說 整個太陽能都是不通的 講到最後 我們就是內行的人 我1970年代就搞太陽能 根本就不通的 這件事情 用來玩一下 就是用來講的 你真的等你用到太陽能 不如找太陽來種一下東西 其他那些 換家換店那些 一大堆問題 現在是大笑話來的 真是大笑話 現在那些家裡教了 我告訴你 那些家裡裝了太陽能 那些人 自己騙自己的 就是哄政府保鐵你 自己騙自己 就說我是很環保的 我是屬於環保派 根本我們最清楚 我整條數計出來就是問題的 將來我們衝一下 汽車衝一下電都通的 這個都有可能 不過就是 其他就真的 你說要代替現在那些 那些所謂生化 那些 就是那些 就是 沒有可能的 這件事 有很久的 有很久的 所以 我講到最後 為什麼我今天講俄羅斯出來呢 大家都有一點奇 就是會想著可能俄羅斯 會和中共合作來和美國頂 我和你基本上不同意這個看法 可不可以這麼說 是 不同意 就是俄羅斯不會為中共出兵 也不會為它 為中共 妨礙了它自己的利益 為了利益 如果你有利益 早知道你給錢我就做 但是你說要為你死人 為你虧本 就不用談了 不能談了 這件事 它現在中共特別為俄羅斯 在黑龍江的南面 給了一個100億美金的 所謂的提煉廠 提煉天然氣和石油 那些叫做什麼 叫做石油化工 石油化工 它只要 現在俄羅斯是它產油不是問題 就是它在西伯利亞那邊的油 全部是那個秋名油田那邊 就是等於美國阿拉斯加 那一大片油田來的 但是它煉油是問題 所以現在中國建的那邊是煉油廠來的 在那個邊疆裡 等到那些油送過來就可以煉油 可以用得這樣 所以 一般的煉油 一般煉油中國就搞定的 就是煉電油 飛機油都搞定 但是你真的拿石油化工 做那些高級的東西 高級的東西它就不行了 所以為什麼 Houston這麼重要呢 我去Houston參觀了它那些提煉廠 它不只是煉油那麼簡單 它很多副產品 就在那裡 石油化工裡面的副產品 就在那裡煉了 那些才是值錢的東西 只是拿它變成電油 煉油啊 氣油那些 那些不是很好 那些是很粗的 就是賺不到大錢的 是那個countdown來的 我去到那裡 是啊 那些countdown 就是所有我們現在看到的東西 它全部都是碳和氫的 碳氫化合物 現在這麼多先進的東西 我們現在穿的衣服都是 全部都是化纖來的 全部都是靠油那裡出來的 那叫point那些呢 就用油兼用天然氣 那所以這件事 美國就真是沒得談了 真是先進到離譜 那實際現在 就是我們 本來我都沒有這麼理會 不理會這些 實際現在 美國的所謂的深度 那個經濟技術的深度 跟中國 現在20年都不止了 不知道哪一個哄了習近平 說他會超越美國 我真的不是很明白 我這樣的東西他都會相信 這個小學五年級 我們香港的小學五年級都不會相信 他就會相信 我真的不明白 這個問題 怎麼可能會哄到他相信 他會超越美國的呢 我真的深入美國整個經濟 我很多廠看過 看過銀行 我都在裡面打過轉 差二十年都不止了 五十年之後 你中共都還沒追上 不止不止不止 越追越遠 分分鐘越追越遠 美國距離越遠 如果他跟你脫歐的話 大家沒有來往的話 你越追越遠 其實哪一天 就是中國農村 那些糧食生產 現在糧食生產出問題 就是不用看這麼遠 你整個發工 美國做了百多年 是不是 就是從1870年代 就開始做了這些事情 那些我們都免得 現在帶來看美國的農村 那些人養牛養雞那些 就是怎樣養 怎樣做 美國的農民人口 從事農業生產的人 只是農業生產都不夠百分之一 養了還可以出口吃了 就是這樣你看一下 就是美國 中國看什麼情況 大家都知道 就是看一下 那些距離真是很大很大 但是不是一般那麼大的 就是中國那個經濟其實很脆弱 他聽不入耳 那些所謂元老 大陸那些元老 沒理由不知道 他們最清楚了 那時候 那一間開發第一個出來 真的好像劉魯魯入大官員 不敢看西方 看到實際 我有時候請他們的共產黨 來看迪士尼蘭 那時候最好笑的是 請你們二兄 二兄的局長 副局長 姓程 請他來看迪士尼蘭 因為他看到他呆了 人家用來玩的 被小孩子玩的 整個迪士尼蘭的發電 更多於整個廣州 真的嚇死人了 我都不明白 習近平可以到現在還在這兒相信 不過我覺得 他最近 有一月深 開始發現不對勁 就是說 以前那些人騙我 那些人全部騙他 那些人全部騙他 那些人這麼可感 都會想得到 我真是復殺 這個人真是容易哄他 中國現在有面對很多外在危機 其實現在的危機還沒有出來的 現在有些危機表面的 比如這麼說 中國目前最大的危機之一 或者不是之一可能最大的 人口問題 這個慢慢再講 很多數字 很多東西目前表明 這個 有一條 我就老實說 中國的人口出了這麼大的問題 人口縮減 人口老化 就使得中國的侵略性 會小很多的 是啊 每個人都老都叫誰打 第一個 日本也是 日本大部分人都是拿退休金的 就是福利金 哪裡有年輕人 年輕人是很缺的 年輕人是不肯結婚的 年輕人跟中國一樣 中國現在的躺平都是不肯結婚的 這條數算不定 這個投資 這個大型投資 你剛剛有些人問我 打台灣那些幾萬丁 那些中國就說 打不打得贏 他一回事 出不出得起 另外一回事 那些兵就出得起 打別的也出不起 國家老化到這樣 你知道伊斯蘭那些人口 年輕嘛 哇 百分之六七十 都是25歲以下 嚇到你了 就是年輕的那些國家 就是那時候 有個電影 Lawrence Abradia 有個堂詞有幾種東西 War is the game of the young people 就是戰爭是年輕人的把戲 和平是努力人的把戲 戰爭 所以現在你 世界之所以有那個 凡是從軍事上 雖然很多不安全的地方 人口年輕是一個問題 不過這個是另外一個話題 以後再講 老化很重要 在日本很多樓 你去到 你跟那些當地政府說 你要樓給你 你自己裝修自己搞定 就是真的是這樣 不送給你 他很多人死了 他又處理不行 他就走了 很多人就走了 少了人 日本又在那裡縮得很厲害 所以現在日本和大陸 是剛剛差30年 大陸就跟了日本30年 就開始老化了 日本已經老化了二、三十年了 但是中國現在就開始老化 大陸的情況更嚴重 獨生子女政策 是啊 日本沒有這件事 沒有這件事 都老化了 你有這件事就更嚴重 講一條好笑的消息 大陸最近出台的政策 就說 鼓勵生育 就是未婚母親 就是單身母親 他們生育 生育就可以 一樣可以靈補貼 等於補貼 那些人大家說 補貼二拉法 補貼二拉法 補貼 補貼 補貼二拉法 笑到什麼 他現在這樣生育法 真的要靠補貼 補貼 不行 那些整個東西 根本老化 女人都老化了 生不出 所以 anyway 今天講到這裏 我要趕路去紐約 和我妹妹吃飯了 好啊好啊 一路 一路 接著下午 下午再要駕去波士頓 辛苦啊 辛苦了 沒有沒有沒有 這陣子 我現在學了 有些藥的 有些藥就是咖啡因的 吃了之後 差不多有六個小時可以駕 不用睡 哦 這麼厲害啊 是啊 你現在去CPS 買你的奴隆藥 等於喝幾杯咖啡 即是馬上套下去 等幾杯喝咖啡 起碼能頂到 實際上開車不是累的 就是睏睏睏睏 只是睏睏睏睏 開車什麼動都不動的 只是睏睏睏睏 所以整件事就是 就是不要睏睏睏就行了 好了 今天講到這裏 那就後日再見了 後日再見 1357 是 OK OK 各位觀眾 再見 再見